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请先开经本第十五页 经文从第二行第二句看起 何以故 当来诸天人民 一切寒凛 皆因乳问 而得度脱固 先看这一段经文 世尊 在前面 赞叹 阿难尊者 请法的功德 不可思议 圣与供养 叶天下 阿罗汉 辟知佛 物事累劫 诸天人民 冤非软动之类 功德 百千万倍 表面上看 阿难尊者 就是问了 这一系列的问题 但事实上 这在为我们说明 佛陀出现在世间 就是为了这些事情 而来的 阿难尊者 这一问 把这个机缘 促成了 所以 世尊 解释说 何以故 为什么 有这样殊胜的功德 当来 驻天人民 一切寒灵 皆因辱问 而得 度托过 大家 仔细看 这里面有 当来 什么意思 很明显 这一问 是为我们 后世众生 而准备的 不仅仅是为 当时现场的大众 当来 就是指 佛 灭度之后 佛不在世 以后的众生 靠什么得度啊 佛在世的时候 大众 有更多的机缘 去亲自 见佛 闻法 那么 佛不在世 后世众生 这就是 当来 诸天 人 灭 一切 寒灵 寒灵 这是众生的 另外一个称呼 我们现在 习惯上 在佛经上 看到众生 就知道 这是叫我们 众生 是对一切生命的 笼统称呼 大家 大家都是众生 但有时候呢 也有些别的称呼 比如 这里叫我们 寒灵 这个名称很有意思 灵 是灵性 灵灵 不昧的 佛性 寒是寒肠 隐藏 就是我们每一个生命 本有佛性 但现在呢 现在不知道肠在哪里了 所以叫寒灵 这也在暗示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生命 都有巨大的潜能 所以真正学习佛法 人会越来越有自信 什么缘故呢 佛法为我们说明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什么叫佛性 就是巨大的潜能 一切生命 都不例外 在这里呢 特别讲 诸天 人民 天和人 特别提一下 为什么没有讲 其他类的众生呢 这有原因 因为在众多的生命之中 天和人 这两道的众生 是比较容易得度的 尤其是 人道的众生 就是得人生的 我们这些众生 容易得度 比天人更具有优势 人比天还更有优势吗 有 我们没有天人福报大 没有天人漂亮 没有天人能力强 优势在哪里呢 优势就在于 人间苦乐参拜 这一生 不全是享福 也不绝对是在受罪 有苦 有乐 它是在不断的 反复无常的变化 你说这有什么好呢 好就好在 容易让人觉悟 昨天他还跟你说 我会好你一辈子的 我会爱你一万年 今天早上就说 恨是你了 你还不觉悟吗 如果因此产生烦恼 那就迷在里面了 这就是人世间的常态 如果一念觉悟 就不再被这些假象困扰 所以佛才说 人生难得 而不说天生难得 人生之所以难得 就是容易在这些境缘中觉悟 所以真正学习佛法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领悟 并不是说我一学佛 我就变得神通广大 呼风唤雨 样样都像我想的这样 要不然你这个佛就不领 这显然不是在学佛 但是在学神 事先说明佛不是神 佛也不主宰万物 说老实话 也没有哪个神有这个本领 所以佛法中不承认 有这么一个神 他能主宰万物 没有这回事 但是民间很多大众 缺乏对佛法的了解 一厢情愿地认为 佛是神 佛是很厉害的 有什么事情找他 他都会帮你摆平 这显然是缺乏 对佛法最根本的了解 他连什么叫佛都没弄清楚 佛是觉悟的人 跟神是没有关系的 现在民间大众 就把神佛混到一起 反正供在殿里面的 不是神就是佛 神跟佛除了长得不一样 其他都差不多 这是一个误区 我们要反复地 为大众说明 一切寒灵之中 以人最容易觉悟 所以佛陀出现在人间 那么其他道的众生呢 也坚固 但更多的机会 确实留给了人间 佛不在世了 后世的这些众生 将因何得度呢 佛自己说 皆因辱问 而得度脱固 这话 这话 看起来 很明显 其实 也很含蓄 那这不矛盾吗 言语本身 没有特别的意思 很明显 后世众生 因阿难尊者 这一问 问出 一部 无量寿经 显而易见 这一部经 就是用来度脱 佛灭度后的 一切汉令 乃至将来 经法灭尽 这部 无量寿经 多留一百年 这是最明显的例证 含蓄在哪里呢 含蓄在 佛说了那么多的法门 都留下来了 为什么偏偏说 当来诸天人民 一切汉令 皆因辱 这一问 而得度脱呢 没有明显 没有明显 说出来 其实 意识 已经表达出来了 后世 一切众生 将因这部 无量寿经 而有得度 机缘 这于很多大乘经典当中 所说的一样 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 是一切法门的归宿 佛不在世 正法时期 戒律成就 相法时期 禅定成就 末法一万年 净土念佛成就 两千年跟一万年 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佛灭度后 这个当来的时段 主流的学习 会归于净土 这是没有明显 说出来的意思 实际上呢 明眼人 应当看得出 皆因辱问 而得度脱固 种种法门 皆是方便 所谓方便 就是暂时 用来皆因众生 走向觉悟之道 在种种方便之中 净土念佛法门 则最为一方面 越往后 越能显示出 这个法门的优势 什么原因呢 它简单 它容易 学习来方便 一句佛号 人人可念 个个可修 一切啊 不排除任何一个生命 没有选择 只要遇到这个机缘 都有可能 因此得度 原来阿南尊者 这一问 是问出了 这样一个稀有因缘 所以世尊 先是给予赞叹 这一问 等于说 给后世无量众生 提供了 出离的机会 所以世尊 才赞叹 功德 不可思议 接下来 世尊 进一步 说明 如来境界 不可思议 请看经文 阿南 阿南 如来 以无尽 大悲 今爱三界 所以 初行与世 光禅道教 欲证群盟 会以真实之力 难指难见 如忧谈花 稀有出现 如今所问 多所饶益 好 先看到这里 这是先说 如来出示本怀 什么意思呢 我们有时候 都会想 我来到这个世间 是干什么的 我的人生责任是什么 也有些人说 想这些干嘛 吃饱了 睡觉不就完了 当然 这也不是必须 每个人 都要去思考 但是 对生命负责任的人 是不甘心 让自己的生命 醉生梦死的 那么佛陀 来到这个世界 他是做什么的呢 阿难 如来 以无尽大悲 尽爱三界 叫阿难提醒大家 注意听 如来 指释迦牟尼佛 也指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这个最基本概念 先解释一下 如来 不是某一尊佛的称呼 有些朋友 看了西游记 就说 你们佛教 如来佛最大 西游记里面 有西天 如来佛主 这是一个误会 一切诸佛 都有如来 这个称号 这个称号 如何解释呢 我们留在下一品经文 再具体介绍 这里呢 只说 一切诸佛 都叫如来 一切诸佛 都以无尽大悲 无尽呢 没有尽头 没有终止 大悲 就是我们说的 无缘大慈 同体 大悲 这个身体呀 只要我们的觉知 还是正常的 哪一个部位 感觉不舒服 我们全身都替他着急 都想办法 要去帮助他 左手有问题 右手会帮 右手有问题 左手会帮 什么原因呢 没有原因 一定要问个原因 因为同一个身体嘛 还需要讲理由嘛 诸佛如来 观一切众生 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对众生的慈悲 叫同体大悲 就像一个身体一样 痛痒觉知 关乎整个生命 以无尽的大慈悲心 敬爱三界 敬爱 就是怜悯 三界 是欲界 四界 无四界 我们生活的 这个狭隘的空间 但至今为止 我们很多人 连三界之名 都未曾听权 就像 一直生活在 穷山沟里面的 农民 他这一辈子 都没有出过这个山沟沟 有一天你走进去跟他说 我是从哪个城市来的 他说哪里有那个事情啊 我都没听过的 然后你再跟他介绍 你现在属于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某个省某个县市 不可能 我没听过的 这些跟我无关 你再跟他讲 我们这个地球 有多大 他会说你胡说 就像历史故事中的 夜狼国 那里的人民 听到说 还有个大汉朝 大汉朝居然比我的国家还大 还大出好多好多 岂有此理啊 我们这辈子都没见过 不相信 叫夜狼自大 我们现在的情景 其实差不了多少 虽然我们对外太空有一点点了解了 但我们至今还弄不清楚 地球之外 是不是还有生命跟人长得差不多 就是所谓有没有外星人 除了像人这样的生物 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之外 在其他的星球上 有没有跟人差不多 乃至更高等的生命 真的存在 这个问题啊 如果要以科学的研究 去说明 那就留给科学家 做课后作业 佛经里面呢 早为我们说明 我们现在的生活空间 叫三界 而我们人类的生活空间 属于欲界 属于欲界当中的人道 这个三界范围有多大呢 欲界 为什么叫欲界呢 因为有饮食欲望 所以叫欲界 饮食男女的欲望 是这个范围内的生命 生活的基本要求 下面有地狱恶鬼畜生 中间有人 阿修罗上面有欲界诸天 欲界天有六成 四王天刀利天 往上面还有四成 再往上面去 叫四界 脱离欲望 他们不用吃饭 也没有男女的想法 不用睡觉 他们充满能量 四界有十八成天 再往上面是五四界 五四界有四成天 这是佛经上为我们概略的说明 我们现在生活的大空间 合在一起 这叫三千大千世界 三界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大范围 这里面有一个象征性的主人 这个主人叫大智在天 也有经上说 是大范天王 他居住在四界天 我们听都没听过 就像刚才那个农民 你告诉他 我们现在的国家主席是某某人 他说他是谁呀 跟我什么关系呀 就类似于这个情况 这是我们今天的三界众生 生活的大致情景 我们会说那个农民可怜啊 这辈子连着山沟都没出过 我们今天差不多 也是这个情况 有人说了 我出过温西 我不是没出过山沟 你出过地球吗 这个地球在银河系当中 恐怕连山沟都算不上 不信的话 你把银河系 那个太空云图拿出来看 地球都找不到的 不是给我们用红笔特别标出来 根本看不到 所以微不主导 是一点都不夸张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 生命是多么浩瀚 宇宙是多么广大 而我们执着的那个自我 是多么的渺小 但我们却感觉到自己很了不起 正是这样一种自我的观念 导致我们无法去认知 宇宙更广泛的真相 觉悟的圣者 回过来看这些众生 金爱三姐 这些众生可怜 就像我们看到蚂蚁 觉得蚂蚁很可怜一样 我们今天的情景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寿命很短 不过百岁 活动空间很有限 出不了地球 所有的受用 不外乎衣食住行 才设名时税 有人说这就够丰富了 这就像小朋友在玩游戏 他玩来玩去觉得那也挺好一样 而不知道 生命的完整空间 应该是整个宇宙 所以觉悟的圣者 以同体大慈悲心 金爱三姐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初心于世 初心于世就是来到这个世界 释迦牟尼佛 在两千六百多年前 释迁在印度 有人说不两千五百多年吧 我们现在用的佛力 两千五百多年 佛力是怎么算的呢 是从佛灭度之后的 第二年算的 这个基本常识 要认识清楚 所以要说佛出生 要加上八十年 那自然就是两千六百多年 那个时候的印度 也是文明古国 思想自由 学术开放 宗教 宗教发达 佛经记载 当时在印度主流的宗教 就有九十六种 至今还在影响全世界 其中 我们今天知道的佛教 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所产生的 释迦牟尼佛 他出生在王宫 王子身份 十九岁 十九岁 放弃王位 出家修道 三十岁 阅读明星 豁然大火 这是表演给我们看 悟到了什么呢 悟到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 得家 这是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说的第一句话 一切生命 彼此平等 都有巨大的潜能 应该说 这个发现 是最伟大的科学发现 让我们认识到 生命的可贵 但是 很多生命 却被无名烦恼 所困扰 导致 本有的巨大潜能 无法展现出来 所以 佛陀出世 来为我们说明 这个事情 所以出现于世 光禅道教 光是光大 禅就是禅述 发扬 道是觉悟之道 教 这是给予启发 以种种方式 启发众生 认识到 自己本有的佛性 欲证群盟 会以真实之力 佛出现在世间 以大慈悲心而来 欲证群盟 证是拯救啊 群盟 是我们众生的另外一个名称 你看 前面有个寒灵 这里又有个群盟 我们名称可多了 什么意思呢 这告诉我们 不要执着 名称 都是假的 怎么叫都没关系 但是这么叫呢 它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前面叫寒灵 我们本有灵性 到底寒藏在哪里呢 自己找一找 这里叫群盟 盟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这个词怎么写的 一个明 上面长草了 本来是明的 现在被草给覆盖了 那草是什么呢 草就是心中的妄想执着 这些东西 让我们不明了 群盟啊 这一批一批都是这样子 不明了 本来是明的 所谓本来呀 就是智性 它本来的面目 是光明的 现在呢 却被烦恼无明覆盖 是这个意思 佛出现在世间 要启发众生 认识到自己本有的光明的佛性 会以真实之力 会就是赠送给予 真实之力 显然不是世间虚妄之力 佛法中所说的真实 它是有标准的 我们现在说的什么叫真实啊 那这个月钱拿到了 这就叫真实 实实在在 钱拿到了 你能拿多久呢 拿着不花 钱没用 花了就没有 这到底是花还是不花 这是举一个例子 我们这一生所拥有的一切 都叫暂时拥有 其实谈不上真正拥有 准确的说 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 我们拥有的 财富也好 地位也好 名声也好 包括我们的相貌 都是暂时的 这个暂时 暂时站到什么程度呢 转瞬即逝 一转眼 可能就不归自己所有了 禁朝 有一位拔陀罗禅师 他写了一首 祭寿 这么说 一般世间人啊 不解良缘与善缘 苦贪明理 日幽间 这是先描述世间人的生活常态 不解良缘与善缘 与人相处 不知道为善 想尽办法 不择手段 干什么呢 费尽心思 争名逐利 苦贪明理 贪到了 怕失去 贪不到呢 还得想尽办法 继续贪 每日 每夜 备受煎熬 后边说 其知 世上 金银宝 借辱 闲看 几十年 什么意思呢 别说 争不到 就是争到了 金银 财富 地位 名声 哪怕真的争到了 那不过是上天 借给我们看看而已 看多久呢 禅师说几十年 那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呀 几十年是看不到咯 几年 地位不薄了 财富贬值了 容貌开始衰老了 一席不来 这一切都化为乌有了 哪里有真实可言呢 原来我们费尽心思 经营了一生 最终得到的 不过是一场遗憾 我们连梦境都谈不上 为什么呢 因为说梦境 人醒过来了 所以遗憾呢 很多人到这些都失去了 还不行 就像刚才举的例子一样 人家都跟你反目了 你还在执着昨天的感情 你叫活该啊 你不知道这是无常吗 都已经活生生表演给你了 没办法 凡夫的痛苦 就因此产生 失去了能够及时醒来 这还算来得及 失去了还不醒来 那就误会了 误会什么呢 误会以为失去的东西 还能再得回来 你要知道 一次能失去 你再得到它 照样能失去 我们就是在这些 翻来覆去的得失之中 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一生又一生 精疲力尽 所以叫生死疲劳 那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啊 有部小说就叫生死疲劳 开始就是讲这个事情 它是从佛经中获得灵感 我们重生到死 冷静想一想 是不是为了这些事情在牢牢 有人说我要追求有价值的东西 有价值 你拿来看看什么叫有价值 全是抽象概念 我们最终连什么叫价值都弄不清楚 不过是一些大家普遍认为的所谓的价值观而已 这个时代大家认为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有钱就是本事 有钱就没白活 这是举一个例子 事实上拥有很多财富的人 不一定真的体现了人生的价值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而我们在这个里面 不妨尽心的去思考 我们是为什么而来 这一生为什么而活 真实的利益到底在哪里 佛法为我们说真实之利 这个真实什么意思啊 永久 不会失去 不会变化 还有这样的大利益吗 如果没有 那希达多太子 他也不会放弃王位 王位是战时的利益 你就是做了国王 又能如何 那么佛法说的真实之利 到底是什么呢 有兴趣往后面慢慢学习 本经就是为我们说明真实之利 稍微透露一点点 这个真实之利 就在我们的生命中 一直陪伴我们 他一直在关注我们的生活状态 只是我们忽略他的存在 而我们到外面去追求的这一切呢 都叫徒劳 事实上 我们原本不用受这些冤枉罪 真实之利 本质具足 这样说比较笼统 具体一点呢 用本经的经题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本经所说的真实之利 就叫无量寿 无量寿 永恒啊 有人说还不会死吗 没有生死这个概念 这部经叫无量寿经 很多人一听到这个经 那就长命百岁了 没看懂了 叫无量寿 跟多少岁没关系 那学了这部经 是不是真的不会死呢 还没听懂啊 跟生死没关系呀 我们老是跳不出生死这个概念 这是让我们打破曾经认为的生死的经验 这是真正解脱 什么叫无量寿 就是受命的事情 你不用管了 完全泄脱圣死 这是本经为我们说的最为真实的利益 所以学了这一部经 真正能够明了 这其中的真相 对于生死 这个观念会慢慢的看淡 认识到原来有不生不死的真实之利 太好了 从此以后不再恐惧 就是心经上说的 心无挂碍 无挂碍骨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什么叫究竟涅槃呢 就是无量寿 真实之利 诸佛出现在世间 就是为了启发众生 获得这一种大利益 对念佛人而言 这个大利益 就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正无量寿 这样说更好懂一些 有人听到明白了 原来就是要死了之后才得到啊 如果这么理解 那又误会了 缺乏对念佛法门 最基本的认知 念佛法门所讲的往生 可并非是死亡 那么简单 这要进一步去了解 如来出世 启发众生 会与众生 真实之利 这个机会 难执难见 难执 是不容易遇到 难见呢 不容易当面 去接近 我们现在很多人 很遗憾的说 哎呀 如果我要生在 2500多年前 跟释迦摩尼佛同时代就好了 我就能见到真佛了 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哪怕就是 时光倒流 回到我们2500多年前那个时候 假如我们生活在中国 照样没办法 去见佛陀本人 我生活在印度呢 就是生活在跟佛陀同一个国家 经上 有这么说 世尊 在社会国 讲经说法 25年 社会国 在当时印度 算是很大的国家 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呢 经典的记载是90亿 现在人听到就觉得 不准确吧 90亿 现在才70亿啊 也缺乏对印度数字的了解 印度的亿 十万也叫亿 百万也叫亿 千万还叫亿 所以这个亿呢 应该是十万 90亿呢 九百万 一个国家九百万人口 说得通的 在这么多人口当中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亲自 见过释迦牟尼佛 本人 听佛 现场说法 还有三分之一 听过 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 但是 这一辈子都没见过 就生活在同一个国家 剩下的三分之一啊 没有听过 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 这是跟佛生活在 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国家 范围 不算太大 那有人说了 这么近 为什么没机会见到呢 佛法里面讲 远 善根 不具备这个善根 没有这个远 所以叫难直 难见啊 这一点也不奇怪啊 有时候啊 在我们身边的机会 我们遇不到 结果 从千里万里之远的地方 赶来一个人 机会给他拿去了 我们觉得不平 有什么不平的 机会是如此的奇妙 实际上 这都不是偶然 从我们众生的角度讲 如果善根不具足 不是足够深厚 哪怕生活在 佛陀那个时代 跟佛生活在同一个国土 见不到佛 难止难见 如幽谈花 稀有出现 幽谈花 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 谈花 成语叫谈花一现 就从这里来的 谈花 另外一个名称 叫凌瑞花 它很灵 它的出现是一种锐像 你说现在还有没有啊 据说现在也有一种 谈花 也会常常开发 事实上呢 那是相似的 佛经上讲的谈花 是这样描述的 这一种花 百千万劫 时宜出现 不是每年 每个季节 也不一定是每个大节都会有的 百千万劫 没准什么时候出现 这个花出现 开花的时候 佛就要出世了 也就是说 这个花 它是伴随着 佛陀的降生 而出现在世间的 它的稀有程度 跟佛出世 是一样的 所以 佛经上 用这个花 来比喻 佛陀的出世 如忧 谈花 稀有出现 我们这个大时代 仅有 释迦牟尼佛 一尊佛 大家不要随便听信 哪个地方又有人成佛了 在这个大时代 仅此一尊佛 下一尊佛出世 我们差不多 地球上的人全死个遍了 不知道换了多少回了 弥勒菩萨 下身成佛 时间 五十七亿 六千万年之后 不用算了 我们的子子孙孙 都不知道拍到哪一辈了 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 纵然有优秀的人出现 都会以其他身份 来帮助众生 而绝不会自称 我成佛了 如果有人这么自称 不是着魔 一定就是神经病 佛法中绝不承认 这一点 学佛同修要弄清楚了 那跟佛法没有半点关系 释迦牟尼佛他可以宣布 他自己成佛 我为什么不可以啊 你以为这是在选什么 领袖人物吗 成佛 从理论上讲 一切众生 因恋觉悟 可以当下成佛 但事实上 成圆满佛 如果没有累结 勤苦 福慧之良的修行 暂时还轮不到 那也不是一个人说成就成了 社会大众认同 诸谦护法 勇护 那是何等的瑞相 释迦牟尼佛 菩提树下 觉悟了 他没有向全世界宣布 我成佛了 成佛是谁说的呢 是护法诸谦 他们来宣传的 在当时印度的社会呢 大家对具有圆满觉悟的人 早就有了佛 这个称呼 就等着有这样的人出现 你说你也觉悟了 来 咱们问问看 随便问你几个宇宙人生的大问题 你说不出所以然 不能让众生满意 你还是回去睡觉吧 你别说成佛了 连最起码觉悟都不具备 所以 这并非是偶像概念中 宣布一下 造谣 做一些影响 让更多人知道 就能办得到 观察 观察释迦牟尼佛一生的影响 印度十六大国王 争相互发 一生宣说的经典 仅仅传到中国 汉传佛教的 三藏十二部经典 随便哪个人 穷其一生的时间 不能透彻 这是开玩笑的吗 更何况 佛一生讲的圆满的经法 并没有完整传过来 传来的多少呢 百分之一都不到 怎么知道呢 过去取经 多辛苦啊 挑了又挑 选了又选 最精华的才带来 丹丹玄壮大师 在印度留学 在拿兰陀市 看到的经典 大师都吃了一惊 他这辈子没看过这么多书 学了十年 回来的时候 也是精挑细选 把自己认为最适合 大唐国度的经典带回来 带回来多少呢 带回来 有几千卷之多 翻译出来的 却仅仅有1335卷 大概是十分之一的样子 剩下来的 没有再翻译 我们现在大藏经 汉文的大藏经 里面 玄壮大师翻译的经典 占了相当的比例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所谓的三藏十二步 实际上呢 真的百分之一都不到 就是这个分量 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不要说去把它看懂了 就天天这么翻 每天去翻 每个字都把它看完 没有个五年十年 都会漏字的 说把藏经全部看懂 恐怕这辈子 多数人都不太可能 别说全部看懂了 一部经 我们用几年时间能弄懂 那就相当了不起了